字幕志愿者 杨鲁音乐 你先来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忠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这些事件的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 也要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非常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集资 公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这些所谓的独立媒体 可以做更多的报道 做更深入的讨论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访问 今天在节目当中 也要一样来跟大家介绍书籍 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有谈过好几次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议题 包括访问了白色恐怖的二代 或者是包括促转会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停止之后 接下来的业务的转移的问题 也介绍了来自清水的孩子这样的一本书 在台湾最近这几年 我们不能够说白色恐怖的议题 受到大家普遍的关注 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相关的出版 越来越多的讨论在这个社会上面 不断的在进行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必须要回顾过去的历史 我们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 该检讨的就应该要检讨 该这样的一个补偿赔偿的就应该要补偿 今天要介绍这本书也一样是跟白色恐怖有关 叫做激进1949白色恐怖油电案计时 那这部白色恐怖油电案计时 其实比跟过去的一些书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过去我们看到白色恐怖大概都会以人物字为主 或者是一些口述史 可是这边是以一个独立的案件 独立的事件来做讨论 而更不同的地方是这个白色恐怖的讨论 其实是比较从所谓的左翼的角度 或者是左派的一种观点来做讨论 这跟台湾一般来讲被认为是主流的白色恐怖的论述的方式 事实上是有一些些的差异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邀请到 这一本书基进1949的编著者 陈伯谦来跟我们做讨论 伯谦你好 光老师好 大家好 伯谦其实同时也是台湾劳动历史与文化学会的秘书长 好 那我想要先请教博谦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会开始要编著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的编著的过程 其实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嘛 觉得你是编著者 那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其他的作者一起参与 好 其实这整本书如果要推到最早 大概可以推到2013或2014年 距离现在大概就是将近八九年前的时间 那那时候最早应该是我那时候刚开始 跟着一个这支受难人团体 他们在进行这个白色恐怖的口述室的一个访谈 对 那但后来其他组的访谈的人 就是偶然的情况得知到说 曾经有就是有邮电案那时候的受难人 他其实把当时候他们在油电案设案之前 那他们曾经有一群人 然后是在同一个地方的这个补习班 国语补习班 国语补习班 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国语补习班的这样的一个同学会 然后他们编辑了29期的这样的刊物 刊物的名称叫野草 然后就是刘建修前辈跟这个李英台前辈 那他们两个后来都被判了15年 在白色恐怖的最后50年代被抓的时候 那结果发现竟然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伙伴 在主动访问他的时候竟然发现他 那这29期里面在台湾纪录星是顾本竟然保留的27期 那这就非常特别就是说 等于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 透过完整的当时候保存下来的 而且不是一个人的史料 是一群人集体创作的史料 来窥探窥见或者是来拼凑 那一个案件的到底从前因后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时候我们大家其实蛮兴奋 就大概很多人很多团队 包括在那个时候做口述历史的团队 就开始进行第一件工作是什么 第一件工作除了刘建修先生老先生 或者是李英台先生 我们那时候有访谈过他以外 口述历史访谈以外呢 我们开始进行了这个野草 就是我刚刚讲说他们那时候用很 课难的方式 课钢板 用课钢板的方式 课钢板方式 然后印刷是印刷在这个 有对已经用使用过的纸的背面 对 然后是非常课难 那一起大概发行了一两百份 有时候多一点大概到两三百份 那我们做第一件事情 因为有一些文件已经有这个 可能被蛀虫 就是轻死掉 所以有一些文字不一定能够看得见 然后有一些当时候的字可能在 油木印刷 就是在那个刻钢板印刷的过程当中 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实是先把它给吞打 把这二十九期里面留下来的 二十七期的所有的文字 全部进行吞打 然后吞打完之后呢 发现其实 因为吞打完之后才发现 原来里面应该有更多的故事 是我们所不理解 或者是我们过去所没有挖掘过的 或甚至在过去之前在 这个口述 对于邮电案的相关涉案人的 口述历史的访谈里面是没有被深入的给记录 或者深入的给挖掘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非常的 怎么讲 非常的兴奋就决定 成立一个想说要成立一个这个 邮电案的这样的一个小组 那那时候也另外有另外一个契机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就像刚刚这个管老师有提的 台湾如果说以这个白色恐怖的 口述历史开始 其实最早最早官方 大概是在90年代末期开始去做 那但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是开始 要进行一个补偿 到底是补偿还是赔偿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包括台湾省文献会 包括台北市文献会 高雄市文献会应该都有做过 但那个时候因为距离解研的 解研的时间还没有很久 然后二来就是说 这些受访者很多都还是第一次被访问到 恐怕有些他也不太敢讲 对甚至他们有些受难者团体 他们会彼此有默契说 好你去因为今天是要做补偿的动作 本来他们就认为政府有错 但是他们去要求彼此的同志 在受访的过程当中 不可以去提到别人的姓名 然后不可以提到案情 对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他后来就造成了 后续即便到了2000年之后 或者是最近10年 我们在做白色恐怖的 受难人的口述历史里面 他大致上多数是以个人的生命史 来作为一个核心 那个人生命史作为核心 他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因为 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史 尤其在这样放在一个 这样一个大历史的变动里面 他其实都可以 他都是被镶嵌在这个大历史里面的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说 如果对于单纯冤假错 就是他真的是完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他纯粹真的是运气很差 然后被牵扯进来的人 那也许他的口述历史 当然就会集中在他 自己个人的经验上面 个人经验 然后而且还包括说是他可能被刑求 然后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 他做了一个其实是假的自白 然后最后被判刑 然后可能更多会集中在他 他狱中里面的生活 还有包括他出狱之后 生活很困难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个 以个人为主的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白色恐怖的口述历史案 很多其实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很多都集中在后半段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如果有电案我们有办法去还原 因为他其实是一大群人 其实光是这个案件 连两位涉案老师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其实是围绕在一个 学习国语的国语补习班 在这个邮局里面 所这样的一个补习班里面 如果连被枪毙的这两位 这个地下党的老师 一起算在内的话 他总共牵扯到人数其实非常多 总共是35个人 被牵扯到这个案件里面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 虽然我们开始去要去做这个历史的评凑跟 有点像在拼图 Puzzle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晚了 但因为他的人数比较多 所以我们能够访问到的 还在世的这样的一个 邮电案的受难者 还是能够问到一些人 而且还是能够问到一些比较关键的人物 我觉得这本书很不简单 就是光是在做这种口识访谈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受访者都已经90多岁了 80-90岁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 我不知道至少在这个陈述上面或是在这个书里面看到是非常清晰的在回忆他的过去的这个历史 那不过这口述是比较放在这个邮电案这件事情上面的比例是比较高 另外就找到刚刚谈到野草这个他们所发行的这个刊物里头的这些原始文件 然后再把这几个东西去做对照 那相对读起来我觉得是非常有立体感 就是我们不会只有看到一个人 他的这个生命历程 而是可以看到一群人或是一个事件 在这过程当中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他的动态性 他的立体感我觉得其实是蛮强的 不过我还是要先回到这个事件的本身 这个事件在谈的是一个邮电工会的这个抗争事件 那当时在这个1949年 或是在这个当年那个年代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抗争的事件 好我觉得可以先提一下那个国语补习班好了 就是说其实从1942 这一个案件里面涉案的绝大多数的人 应该说大部分几乎是全部的人 他们其实都是在1945年8月 就日本殖民政府 日本帝国投降之前 就已经在邮局或电信局工作的员工 那一样他们在1945年的8月这个日本投降 然后这个国民政府来台这个接受的情况底下 的初期其实都是抱着非常的热烈欢迎的情况 就是我们一般在看到有关于这个 所谓的光复之后 1945年之后的那个对于所谓的国民党政府的描述是一样的 对对对这个跟绝大多数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史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二字 对对那既然已经脱离了殖民地的统治之后 在尤其是他们这群人大概都是介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如果在他们的在上一辈或上上一辈可能还会讲普通话 可能还会讲汉文 对但是造化这一辈里面他们如果是闽南人 他的沟通方式他大概就是讲闽南语 或者是闽南语台语或者是讲日文 对他对普通话国语所谓的国语或普通话的额言 本身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邮局跟电信局 那时候在日本时期邮局跟电信局是合在一起的 那他们那时候就等于是工会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国语补习班 然后就聘了两位从上海聘了两位这个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在来台湾之前是在这个上海的女工业校 在教上海女工业校的女工试制 然后还有教他们写文章 所以这个国语补习班就是在学国语学普通话的一个补习班 对那是这些工人自己自发起的还是这个工会还是这个 是主要主要来讲是工会 那如果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写的更清楚 就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国语补习班 是因为在工会那时候成立的时候的第一届的理事长 其实他叫陆向贤 他本身其实就是地下党党员 对那但这个国民党那当时候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党员 那他选上了这个这个理事长之后呢 他工会成立之后他想要开始去招募会员 大家发现招募会员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说大家好像不太愿意加入工会 或者不太知道说工会到底可以干什么 然后他就开始去问很多人说 到底那你们觉得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那他后来问到一个问题发现就是后来国语补习班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说整个 基金1949到1949年会有一场这么大型的游行的起头 就是因为四五年的八月这个国民党接收了这个邮局跟电信局之后呢 那这群人这些员工其实大概六七千个员工 他本来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 而且已经工作过一阵子了 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把他们纳入正式员工 他把他用一个名称叫做刘用 OK 对那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讲就是临时人员 对临时人员 所以他们那时候那也就是因为是临时人员 所以他们的薪资考核所有的相关制度 并没有办法跟当时候的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所有的各个省份的邮局是对齐的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政府到台湾来之后 他可能带了一批在中国各地的这些邮电局的公务员或是工人 他来这里支援 但是他在薪资上面跟本地的这些工人之间是有落差 这个本地的工人他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员工 是是 他那个时候身份被讲成是叫做刘用 刘用人员 那这个对多数的员工来讲 多数台籍员工来讲当然是 一方面在感受上面当然是非常的没有办法忍受 因为他们觉得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被当成是 等于是二等公民嘛 因为对在日本殖民时期里面 没想到祖国来之后还是要二等公民 就是主要的这个中高阶的主管都是日本人担任 然后没想到这个国民党政府来之后还是这样 第二个更实际上的差别就是心资上的差别 这个连国民党自己党史他们相关的内部记录去记录 这个邮政工会史的时候都 都不讳言的去写写 因为这样的一个差异 所以导致他们的员工跟正式员工就是所谓派来台湾的这些 资源的这些员工呢 薪资大概差了四倍到五倍 对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 本身是地下党的这个理事长 就以这个东西作为号召 然后跟很多的这个会员 台籍的会员讲说 我们工会未来就是要争取这个部分 然后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他认为说 因为这个等于是接收光复之后 语言上面其实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像是在邮局的柜台 你开始已经有人需要会去讲普通话 开始有这个中国大陆的人过来 那你如果不会讲国语的话 其实本身是会有蛮大困难 所以他就决定成立了一个国会补习班 就设在这一个他们的工作场所里面 当时候有两个国会补习班 找了两个老师 一个就设在今天的北门邮局 就是北门正对面的那个 现在那个邮局都还在 就基本上维持那个架构 另外一个就设在现在的国使馆 现在国使馆那个时候是邮政总局 对 然后聘了两个老师 一位老师叫这个季梅珍 一位老师叫钱靖之 那这两位老师其实同时也都是 他们一方面是组织经验非常丰富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工作者 然后第二方面是他们同时 其实也是地下党党员 对也就是这个共产党党员 是那他们就来到台湾 大概在四六年左右来到台湾开设国会补习班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部分是要学国语 学普通话这是一个在生活 或是因为政权转变之后的某种必要的学习 要不然你可能就会 可能就没有办法工作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工作的待遇上面 或是工作的身份上面 他出现了这个所谓同工不同酬 甚至是一个非正式职员的状况 那这比较有趣 这两个东西竟然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那竟然结合在一起之后 为什么他还会变成是一个抗争的行动 然后最后会变成是跟全国的 这一种大的这种抗争是有关联性的 其实有趣的就是说 因为钱庆之跟季梅珍两位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说 简单来说他们就是组织工作者 那而且他们的组织工作者并不是那一种 我们想象当中的或者是国民党去 去妖魔化所谓的左翼的组织工作者一样 把他们说是他们会把人家洗脑 然后是邪教 就是那个组织工作者其实是 跟全世界各地的工会 或者是草根团结组织工作者一样 他一进来他除了教你国语 然后教你试制以外 教你开始教你写文章以外 他其实更重视的是透过课堂上的讨论 那课堂上讨论会讨论什么 讨论你的实际生活 讨论你的生活上面是不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讨论你比如说女性 他会讨论当代在工作的女性 那是不是在那个时代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 父权封建的这样的一个 对他们的本身的压迫存在 那他们又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 所以第一个他先让他们讨论 先让他们看见并陈述自己的困境 第二方面是什么 那困境既然已经出现之后 他也不会立刻 就这两位老师也不会立刻告诉 国语补习班的同学说 那你们应该要做什么 你们就出来抗议吧 他也不是这样说 不会他不会这样讲 他也会先问他们 然后而且会他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他会透过课堂里面的一些课文 比如说他去念鲁迅的一些著作 这个蛮有趣的 国语补习班但是读的是鲁迅 对其实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作法 其实也还好 因为在刚刚光复初期的时候 开明书局来台湾他出了一些教科书 里面其实收了蛮多鲁迅八经的书 对那 但鲁迅的书你 鲁迅的文章你单独看 也许不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也许你觉得还蛮好看 你可能就是一个故事啦 一个散文就这样看过去 一个有趣的东西 他们特别是特别在他会在课堂上里面跟你讨论 讨论说 比如说鲁迅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 聪明人傻子与奴才 然后他就 他就讲了三种不同模式的人 在面对到困境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 比如说聪明人就是叫 他也不会告诉你要 他也不会帮助你 然后他就只是说 你好可怜 然后这个没关系 一切都会好转 然后奴才呢 就是说 他明明知道自己受到压迫 但他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反抗 然后傻子呢 就是说他 有满腔的热血 他看到有不公平的事情 他就希望 要帮这个人出头 但是他用的方法也不对 但总而言之 他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有趣的 然后三种不同的性格的人 来在课堂上面跟同学讨论 然后觉得同学说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要选什么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我刚刚讲了 因为国语补习班成立之后 他们也成立了同学会 因为成立同学会之后 就是大家可以联络感情嘛 那联络感情 除了是联谊活动以外呢 他们也编了一份刊物 就叫野草 对 那个野草 其实是他们 当时候在课文里面 其中的一篇文章 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作家 叫夏妍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意思那个概率的意思 大概就是说 你不要看野草不起眼 但野草虽然他被这个木头 被那个石头层层叠叠叠的压住 但只要有一点点光 只要有土壤 他就会长出来 就形容他那个韧性就对了 那他们后来那刊物名称 就用野草的名称来编 那在这个刊物里面 他们就把他们 觉得他们自己想当聪明人 奴才还是傻子 自己把自己的故事抒发写进去 那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呢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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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个没那么快 所以我才说我觉得 如果单单就组织工作者 像我自己在公会工作了 一二十年 我会觉得 静梅跟前进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很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工作者 他让他们自己想出来说 自己的问题只能够自己解决 不可能靠别人 那自己解决 那大家就慢慢讨论说 可以透过什么方法解决 好那时候有工会 好那我们可以来编刊物 我们编刊物可以让更多人 看到我们的 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诉求 那在工会里面呢 我们可以派我们的人进去选工会的干部 这个就 这个动作就非常像是 台湾在1980年代周末期开始 工会的自主化运动 对就是 因为当时候 国民党把 有工会成立之后呢 绝大部分的工会干部 其实是国民党所派人出来选的 那所以他们在争取这个所谓的他们叫龟班 我刚刚意思是说 他们被视为留用人员 所以他们要争取的一个叫做什么呢 龟班就是回到原来的正式的编制 所以叫龟班 所以他们把这场运动叫龟班运动 可是在外省级或者是国民党的这一些 说找来的这些台籍的工会干部里面呢 其实并不关心这件事情 那他们就找了自己的人 比如说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 杰出的女性的工会干部叫做许静玉 对 她后来她就选举 然后就进到了工会里面 想尽办法在工会里面去提这个运动 去提这个诉求 这本书很有趣 这本书不是只有个人的生命史 事实上她也是在谈这个社会运动的过程 或者是她在谈组织的过程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脑袋里面浮现了两本书 有离一本叫做激进的号角 再来是我们那个年代在从事学生运动 社会运动大概就会读的一本书 怎么去跟人家互动 怎么样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那另外一本书就是这个受压迫者教育学 就Paul Ferrer他在谈 他是一个巴西的教育学家 这个教育学家 他怎么去跟别人是站在一起 然后他是用同理的 然后他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不是要来帮你 而是我们能够逐渐的自主 这种所谓的组织的模式 或社会运动的模式 跟很多那种强调英雄主义的 这种所谓社会运动 或是抗争是很不一样 他强调是在这里面的每一个 这个所谓的底层的人也好 或所谓受压迫者也好 他应该自己要站起来 而这个站起来是一种相互协助 而且要去相互体贴 他才有可能一起做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我今天某个人来号召 然后推翻了一个人 但是事实上你又变成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英雄 这个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除了在了解 白色恐怖了解事件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不过也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也可能 有一个更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就是 事实上白色恐怖就是要去限制 或者是要阻止所谓的共产势力 在台湾扩张 那这刚好不就是一个共产势力吗 那这个共产势力被打压 被限制不就是刚好而已吗 特别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他也会有这样一种思考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 就是这个是从一个左翼的角度来去看的 而这个史观到底要怎么去谈 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回过头来请教这个 柏谦有关于这个史观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找了很多史料以外 我们却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简报的爬书 就把当年这五年来 曾经在媒体爆章杂志所有的政府档案 曾经出现过的劳资争议 而且这个形式是以罢工代工工业行动 就是有记录的这些劳资争议 全部给整理出来 结果发现那个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形式手段之激进 这个让你出乎意料 就是说他们邮电案在1949年的3月 发动了一个最后是将近2000人去包围省政府 这样的一个游行跟集会呈情行动 他不是孤立的 从46年开始 即便到47年发生了228 228结束之后没多久 还是一样有很多相关的工业行动开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研究治疗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频道 还有YouTube频道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其他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支持公库支持灿烂时光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这本好书 《激进1949》 那白色恐怖油电案即时 今天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这本书的编著者 陈柏谦 柏谦你好 大家好 柏谦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大致跟我们描述了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故事 就是油电案 然后他们的抗争的历程 为什么会出来抗争 它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但是这本书我觉得 有特别要值得去讨论的地方就是 对于白色恐怖或是对于228这件事情 在台湾论述上 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有看到最近这几年 一直有一个重要的主轴 就是所谓的这个省级的问题 就是一个省级的问题 所以因为外省人如何如何导致本省人如何如何 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在谈这件事情 它的确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国民党来之后 它带来一些外省级的这种相对之下比较高级的 这样的一个油电 油物的工作人员是工人也好 或者是公务员也好 但是相对于本省级的这些 油电工人 事实上它出现刚刚谈到薪资差了四五倍 而且还是一种临时的非正式的工人 那这不就是一个省级的问题吗 可是你在这本书里面不断强调到说 这个不是只有省级的问题 它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 你会希望这个社会大众 从阶级的角度来去看白色恐怖 可是你举的这个例子 它当然有阶级的成分 可是你不能够忽略那个省级的成分 其实还是占很高的比例吧 我大概我里面的用词是说 我觉得在我看来 如果以这一个案件 或者是以我们重新回去考察 在1945年到1949年这段期间 我会认为与其要说是省级 那个矛盾与其要说是以省级为核心 我会认为更大一部分其实被忽略的 其实是阶级的矛盾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所以我会讲一个 这个叫做省级为表 阶级为例 阶级有时候更不容易被看清楚 举例来讲我会去提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说 这个许晶玉就是作为里面一个 很优秀的一个女性的工会干部 然后她也是国内补习班里面的成员 那她开始受到鼓舞 然后大家都认为说应该透过自己的力量 然后去参选工会的代表 然后来在工会里面争取这样的一个归班 跟他们相关的权益 那结果呢 本来在她要参选的那一个地方 的同一个地方呢 是有一位另外一位这个台籍的人士 台籍的人士叫做 这个名字反正现在都 档案都已经找得到 叫李阿璐 那这很有趣 这个在李阿璐在 我们这一次写出之前 兰博州的这个台湾好女人 或者是她去写过春天 就写许晶玉的传记里面 就都有出现过这个人 然后她就写说这个李阿璐呢 这个我们去访问许晶玉的时候 许晶玉也讲 许晶玉说李阿璐呢就是 不断的放话就是去恐吓她 叫她不准出来选 然后呢结果 那个甚至还跑到她爸 跑到她家里去 去跟她爸讲说 你讲叫她爸好好管管她女儿 那个一个女人 然后这样出来抛头露脸 这个成何体统 对反正总之就是很夸张就对了 结果后来 因为我们重新去在做这本书的这个考察研究里面 发现在档案局公布的新的这个解密的秘密里面呢 李阿璐其实是 作为这个本省级的李阿璐呢 他其实是国民党很早来 1945年来没多久就吸收的宪明 他定期会向国民党回报 这一个在邮局跟电信局他所看到的一个状态 好 那另外一个层面呢 我们看到这两位这个老师 钱靖之跟这个季梅真 他们都是外省级的 他们都是这个上海来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 虽然后来这些同学 总共33位同学被牵连 那他们曾经在十几二十年前出过一本叫混系台北 的怀念他们老师的这样的一个 的纪念专辑 那每一个人都写了一篇文章 那个这个现在是 这本书虽然没有那个图书码 但其实是找得到的 那我们看到里面的十几二十篇文章里面呢 每一个人对这个外省级的两位老师呢 都是充满着这个怀念 即便如果我们用我们不太理解的角度会觉得 他们难道不会觉得是他们被老师牵连了吗 但没有他们讲的 他们谈的就是 老师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有了新的人生观 让他们有了新的价值观 让他们对世界有更大的 等于是更广阔的一个认识 那最后被捕 那他们因为从 从事争取自己的权益被捕这件事情 他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 一样一边 这个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老师是外省人 那一边扮演着这样一个 这个宪明 然后甚至是很恶劣 在阻止这个许晶玉要争取自己 本省级员工权益的人是本省人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蛮好的案例 但是会不会太过于个案 就是所谓个案是说 因为他们是老师 他教他国语 然后去关心他的生活 所以情感本来就会比较 这个连结会比较强 然后也会支持 会感念 这个都很正常嘛 可是如果回到一个 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底下 他不就是一个 所谓的外省的掌权者 跟没有权力的本省人之间的落差 而才是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跟着国民党 来到台湾的外省人 我们当然可以把他 绝大多数把他视为是国民党的随从 那他当然就是符合 怎么讲 他当然就是代表 国民党的统治的力量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 就不去区分在本省级里面 他也有他的阶级问题 所以我里面也提了一个简国贤 就是台湾大概是 从日本殖民时期以来 最有名的一个剧作家 然后他在1954年 他也被逮捕了 他也被抢决了 那他曾经在1945年 46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 这个创作的他的这个戏剧 叫做《壁》 《墙壁的壁》 那他那个壁就是去谈什么 谈说社会上有一行 虽然他是用实际上 形体的壁来做一个庇域 但是他要讲的是 这个阶级跟这个贫富的差距 就墙壁的另外一边 是一个赚钱甚至养不起自己 然后母亲生病 也没有钱去让他看医生 这样的一个本省级的人 墙壁的另外一边 是米商 是大米商 他把米囤积起来了 然后等到囤积到 等于是炒作米架就对了 然后在简国贤的设定里面 其实简国贤的设定本身是有所本的 他的设定里面 这一个米商 叫做 我有点忘记叫做李阿财 还是叫什么的 这一位囤积米的米商 事实上是本省级人 然后墙壁的另外一边 也是本省级人 然后后来墙壁另外一边 这边的那个 等于是穷苦的人 听到墙壁另外一边的这个有钱人 夜夜声歌 然后这个非常的这个愉悦 然后这个每天花费非常多 然后他们连米都吃不起 他最后呢就用毒药把他的妈妈给毒死 然后最后自己撞墙撞死 那这一部戏剧在当时候非常非常的轰动 他在中山堂 就现在的中山堂里面 演了公演演了几场之后呢 马上就被公民党把他禁止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刚刚讲说这是个个案 但是其实即便在简国贤这么样有名 他对社会的这么有敏锐度的情况底下 他也都会去看到说 其实即便在新的政权转移的过程当中 在台籍人士里面 其实他也有他的阶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没错 那的确事实上有这一种现象 就是当然他可能会跟省级的权力关系是有关的 因为他可能会涉及到军队或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握 对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的外省级的人物 其实都是在台湾本地所遇到的 就是说等于是光复之后跟着国民党来的 许金玉里面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 他说他那时候 他们要开这个全国代表大会 是要到上海去开会 那对台湾人来讲 从一辈子没有到过上海 他不知道原来冬天上海那么冷 所以戴的衣服根本就不够 他到了之后他就非常非常冷 然后他说他在那边 一到了那边去开会之后 他就看到那个东北级的外省级的 这个有务工会的人 就对他们非常非常友善 就赶快把衣服拿 把那个大衣拿给他们穿 里面有提到这一段 对对 而且对他们特别特别友好的原因是什么 他还跟他们讲说 因为他觉得东北在这个战争的中末期 也有被日本给统治过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感同身受 台湾人被异族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对许晶玉来讲他就觉得 我们是一样的 对那是属于工人阶级 然后同样都被日本给统治过的工人 之间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情谊 那这个我觉得在那个部分 你就不会觉得你有看到 审计上的冲突 的确这个所谓的权力关系 或是压迫关系 它是一种交错多元复杂 它大概很难只有说 它是一个审计的问题 就能够去概括这一切 其实在审计里面 它事实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排列组合 或者是问题 不过这里面的案子 我觉得还蛮有趣 如果回到现在今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一个阿公阿的渗透 不过所谓阿公阿渗透 就是说 这些刚刚看到的 季梅森也好 或是前进之也好 本来就是中国的共产党 然后在这里要成立地下党 然后这样读起来有点像说 就刚好你们有这些所谓的 审计的冲突 有劳资的冲突 那我就趁机来组织你们 然后来导致内部的动乱 你会不会担心有人觉得 你这样是在帮共产党去美化 或者是说 会不会 其实他们就是在搞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去把它抓掉 把它歼灭也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这样去看 就是说我们去看究竟 季梅森跟前进之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到底协助这些工人 做了什么事情 那他们组织工作 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他们传达给他们的意识形态 让他们去有一个新的 新的人生观 新的价值观 世界观 到底是什么 那回头来看 我就常常跟人家讲 如果有人跟我讲 我就会说 那如果照这个标准来看 台湾今天所有的组织工作者 大概都要抓起来 不管你是工会的组织工作者 你是这个 新住民的组织工作者 你是社区的组织工作者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样 对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 让这些弱势 可能受到欺压的人民 他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过程当中 他自己能够长出力量 而且他要去先认识环境 然后慢慢的 对自己是可以认同 然后可以变成是一个力量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 当然你说提到中国共产党 那因为会跟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进行 一定程度会进行这个联想跟连结 那 我觉得 要去提这一题就是说 究竟现在共产党它的性质本身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 很大的课题 这个可以谈很久 但是 我们回到历史去看历史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像 在当代 在那个年代 有那么多像 季媒申跟前进智 这样的一个组织工作者 他们实际上他们抱持的 真的就是希望说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追求的是 勞工的解放 能够追求的是 弱势者能够翻身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 对 这跟哪个政党执政恐怕也没什么太重 之间的关系 因为它就是一个压迫的体制 特别是受到底层的 可能是这种少数者或是弱势者 他本来就要去寻求某种的这种 自主跟解放 而我们看到季美政 他事实上就是在做类似的工作 你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 就是你在书里面有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1945年到1950年是被忽略台湾功能运动的高峰 那这个事实上已经1945年到1950年 其实已经开始所谓的光复228事件 或者是中战结束 那其实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压抑 为什么会是一个被忽略的高峰 也就是说它曾经有高峰 但是在我们的历史论述里面它是被忽略 当时发生了哪些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功能运动 而这些功能运动又如何被打压 我们又为什么会去忽略这些功能运动 好 其实我书里面在写大概把台湾 如果把这一次算 这个是应该我第一次提出来的吗 但是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波也算进去的话 台湾大概从开始有 当代意义的雇佣劳动 而且是比较大规模的 大概将近100年的历史里面 大概我算大概有三波的工人运动的高峰 那第一波工人运动高峰 它是出现在27年到31年 对 也就是台湾民众党跟台湾共产党 然后包括这个农民组合等等 他们那时候成立了公共总联盟 那公共总联盟 其实有上万个会员 那时候甚至发动 能够发动起这个全岛总罢工 就是包括是同情性的罢工 那这是第一波 那第一波最后终止 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大正民主时期结束 然后军国主义抬头 那不是只有在台湾被打压 在日本的日共 日本的左翼也全部都被打压 那包括谢雪宏的里面 也全部都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判了十几年 所以那一段期间里面高峰 高峰上来之后当然就下来 那下一 本来我们更熟视的另外一波高峰 其实是出现在解研前后 就是1987年到1989年 那时候解研前后 因为1984年通过了牢基法 那到了1987年解研前后的时候 很多工会开始自主化之后 他觉得牢基法可以是他去争取一个 包括加班费 包括薪资包括等等等相关的待遇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法律的主张 所以那时候就兴起了非常多的 工会自主化的运动 然后一直到1989年 这个远化作为当时候这个台湾工会的龙头 然后他发起了一个大罢工 然后那个大罢工 全台湾的工会几乎都进去 但是后来最后被国家 跟这个资本给他压下来 所以那一波就下来 过去这两波大家比较熟悉 第一波是大家 87到89年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27到31年这段时间 是大概这20年 我们开始慢慢去挖掘 民众党文协 台湾共产党的历史 开始慢慢熟悉 那45年到49年 或到50年这一段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是相对被遗忘的 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在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找了很多史料以外 我们去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 简报的扒书 就把当年这五年来 曾经在媒体爆章杂志 所有的政府档案 曾经出现过的劳资争议 而且这个形式是以罢工代工工业行动 就是有记录的这些劳资争议 手段之激进 这个让你出乎意料 就是说 他们 油电案在1949年的3月发动了一个 最后是将近2000人去包围省政府 这样的一个游行 跟集会承情行动 它不是孤立 从46年开始 即便到47年发生了228 228结束之后没多久 还是一样有很多相关的工业行动开始 那我的意思是说 就即使228这样小心的镇压的状况底下 台湾的工人还是会走上街头去争取权 对 那时候在我的感觉里面 其实有一部分是沉寂了 27年到31年的那些精神 就是还是有一些人 那时候有经验的人 还是在这个地 就是能够作为这个意见的指导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一直到49年的5月份 宣告戒严之后呢 才真的中断 因为宣告戒严之后 写得很清楚 这个你如果发动罢工罢事罢课 基本上是可以判处死刑 对 那这个包括像油电案这样子 很杰出很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工人运动的干部 基本上也全部都被逮捕了 然后都判刑了 所以都关到监狱里面去 那对于一般在工厂里面 没有被抓走的人 他其实看到他就知道说 你大概只能够乖乖听话 然后那时候的标语可能就变成 你工会的办公室标语可能就变成是 保密防碟人人有着 然后增产报国反攻大陆 大概是换成这种标语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 但是被打压也被遗忘 那我觉得你刚刚谈的很重要 就是这本书里面谈到的油电 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 它是有它的历史脉络是可以去了解 而且这也是我们要 在谈白色恐怖的时候 也不可以忽略的一个段落跟观点跟角度 来去看所谓的白色恐怖这件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博谦来接受我们房屋 也帮我们出了这么好看的书 《激进1949白色恐怖流电案》即时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